《仕途行传》 第一章 《应许得圣灵的能力》 提亚菲罗亚 我已作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 所教训的 直到他借着圣灵 吩咐所拣选的仕途 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的险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说上帝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祝福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若看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主被接上升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护盘着自己的权兵 所定的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说了者说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双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睁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 伸穿白衣 站在旁边 说 加利利亚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门徒再留房祈祷 有一座山名叫铐南山 来耶路撒冷不远 若有安适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 门徒从哪里回耶路撒冷去 尽了城 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哪里有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肥力 多玛 巴多罗买 这些人 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的行切祷告 由大的结局 那时 有许多人聚会 若有一百二十名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说 弟兄们 聖灵直大位的口 在圣经上 预言 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 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 得了一份 这人用他作恶的公价 买了一块田 以后身子腹倒 肚腹崩裂 腸子都流出来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都知道这事 所以 按着他们那里的话 给那块田起名叫阿格大马 就是血田的意思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 愿他的住处变为方长 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 愿别人得他的职份 所以 主耶稣在我们中间 始终出入的时候 就是从约翰斯洗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 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必须从那上与我们作伴的人中 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復活的见证 于是 选举两个人 就是那叫作巴薩巴 又称呼尤士都的约实 和马提亚 众人就讨告说 主耶稣 祢知道万人的心 求祢从这两个人中 指明祢所简选的是谁 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由大已经丢弃 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 众人为他们遥迁 遥出马提亚来 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第二章 门徒在五秦节 被圣灵充满 五秦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象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 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 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香谈说话 就甚纳门 都惊讶 稀奇说 看那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各人 怎么听见他们说 我们生来所用的香谈呢? 我们柏提亚人 马代人 伊兰人 和住在米索波大米 犹太 加帕多加 本都 阿西亚 弗里加 庞菲利亚 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里内的 里比亚 一大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客女中 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隔里底和阿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 我们的香谈 说上帝的大作为 众人就都惊讶 猜疑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患有人鸡肖说 他们无非是身酒灌满了? 彼得的讲说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 站起 高声说 犹太人 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则以听我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刚到自初 这正是先知若耳所说的 上帝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囂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作异梦 在哪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囂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 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煙霧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以色列人 请听我的话 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 在你们中间施行 異能其事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他既按着上帝的定子先见 被交予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愿不能被死拘禁 大卫指着他说 我看见主尚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里欢喜 我的灵快乐 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子望中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扭坏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 得着满足的快乐 弟兄们 先祖大卫的事 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 他死了 也葬埋了 并且他的坟墓 直到今日 还在我们借旅 大卫既是先知 又晓得上帝曾向他起誓 要从他的后裔中 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 就如先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復活说 他的灵魂 不必在 不必在 陰间 他的肉身 也不见扭坏 这耶稣 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 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 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囂观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 但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囚敌作你的脚椅 故此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上帝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感动多人信主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 定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 勸勉他们说 你们当救自己 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 领受他话的人 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都行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抹饼 祈祷 信徒相交 日日祈祷 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其事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给各人 他们天天天同心合意 行切的在殿里 且在家中抹饼 全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范 赞美上帝 得众民的喜爱 主张得救的人 天天嫁给他们 第三章 彼得医治却腿的 身初祷告的时候 彼得 约翰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 生来是强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周祭 他看见彼得 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祭 彼得约翰定征看他 彼得说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只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 金 银 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 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画指骨 立刻见状了 就跳起来 站着 又行走 同他们尽了殿 走着 跳着 赞美上帝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上帝 认得他是那掃尚 坐在殿的尾门口 求周祭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 惊讶 彼得 对众 讲论 医治 徐腿的恩由 那人正在称为 所罗门的狼下 拉着彼得 若汉 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狠角稀奇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把这事 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 凭自己的能力和献成 使借人行走呢 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 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彼拉多 彼拉多定意要释放他 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那圣结公义者 反求着释放一个空手给你们 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 我们恩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借人 所认识的借人 建壮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借人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然好了 弟兄们 我晓得你们作这事 是出于不知 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 但上帝曾借众先知的口 预言基督将要受害 就这样应严了 所以 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逃没 这样 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主也必差遣 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 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摩西曾说 主上帝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哪先知的 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预言的 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 也承受上帝与你们 祖宗所立的药 就是对阿伯拉罕说 地上万族 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上帝既兴起他的仆人 就先猜他到你们借女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各人回转 离开罪恶 第四章 彼得 若汉 被拿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祭司们和守殿官 并杀都该人 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 本着耶稣 传说死人复活 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曼了 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 但听道之人 有许多信的 南丁数目 约到五千 到工会前被审 第二天 官府 长老 和民事 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阿那 和哥亚法 约翰 阿历山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哪里 叫使徒站在当中 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 作这事呢 那时 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自问的官府 和长老啊 倘若今日 因为在残疾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传遇 你们众人 和以色列百姓 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 借人得传遇 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 上帝叫他从死里 去复活的 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除了耶稣 别无拯救 他是你们 像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 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恐吓而放 他们见彼得 若看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 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又看见那自好了的人 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博 于是 吩咐他们从工会出去 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当怎样 扮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 承言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唯恐这事 愿发全阳在民间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再奉这名 对人讲论 于是 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 总不可奉 用耶稣的名 讲论教训人 彼得若看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上帝 这在上帝面前 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 酌量罢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法子 凝罚他们 又恐吓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众人 为所行的其事 都归荣耀与上帝 原来 借着神职医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门徒同心 讨告赞美 二人既被释放 就到会有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的 高声向上帝说 主啊 你是造天 地 海 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 托你仆人 我们祖宗大位的口说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切起来 神宰也聚集 要敌党主 并主的受高者 希律 和本雕彼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文 果然在这 成女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聖伯耶稣 成就你手和你意子所预定 必有的事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监察 一面叫你伯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其事 因着你聖伯耶稣的命行出来 祷告完了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上帝的道 信徒才物 不分彼此 那许多信的人 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人说 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復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买的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给各人 巴拿巴 卖产捐银 有一个利未人 生在居彼路 名叫约室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圈位子 他有田地 也买了 把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第五章 阿拿尼亚和撒菲拉 稀控圣灵而死 有一个人 名叫阿拿尼亚 和他的妻子撒菲拉 卖了田产 把价银 私自留下几份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份 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彼得说 阿拿尼亚 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控圣灵 把田地的价银 把田地的价银 私自留下几份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价银不是你作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欺控人 是欺控上帝了 阿拿尼亚 听见这话 就扶倒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 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若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价银 就是这些吗 他说 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扶倒在彼得脚前 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 或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信者越发增添 主席仕途的手 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其事 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浪下 其余的人 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信而归主的人 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 或浴纸上 只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他的影仪照在什么人身上 还有许多人 带着病人 带着病人 或被污鬼前磨的 从耶路撒冷四围的乘入来 全都得了医治 使徒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 就是杀到该教门的人 都起来 满心忌恨 就下手拿住 使徒 使徒 收在外监 使徒出监 仍然 港道 但主的使者 夜间开了监门 令他们出来 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把这生命的道 都讲给百姓听 使徒听了这话 天将亮的时候 就进殿里去教训人 大祭司和他的同仁来了 叫齐工会的人 和以色列族的众长奴 就差人到监里去 要把使徒提出来 但差亦到了 不见他们在监里 就回来稟布说 我们看见监奴关得极妥当 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 及自开了门 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者说 心里泛难 不知这是将来如何 有一个人来稟布说 你们修在监里的人 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 于是 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 并没有用强暴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再到工会前被审 带到了 便叫使徒站在工会前 大祭司问他们说 我们不是严厌的禁止你们 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 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信从上帝 不信从人 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 杀害的耶稣 我们祖宗的上帝 已经叫他复活 上帝 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作君王 作救主 将悔改的心 或赦罪的恩 刺及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作见证 上帝刺及信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作见证 加马列的圈戒 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劳劳 想要杀他们 但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加马列 是众百姓所敬众的教法师 在工会中站起来 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 就对众人说 以色列人啊 论到这些人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扮你 从前丢带起来 自夸为大 扶从他的人 若有四百 他被杀后 扶从他的全都散了 归于无有 此后报名上策的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由大起来 引有些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扶从他的人 也都四散了 现在 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罢 他们所谋的 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上帝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 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 不可奉耶稣的名 讲道 便把他们释放了 欢喜配受欲 他们离开工会 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欲 他们就每日在殿里 在家里 不住的教训人 全耶稣是基督 第六章 拣选七人 扮你 供给之事 那时 门徒争多 有说 欲利尼瓦的犹太人 向欲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父 十二使徒叫中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上帝的道 去管理饭食 愿是不合意的 所以 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有好明星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全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者说 就拣选了司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肥利 白罗哥罗 尼加罗 提门 巴米娜 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讨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上帝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 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 也有许多祭司 信从了这道 司提反 满得智慧和圣灵的能力 司提反 满得恩惠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当时有清利伯地拿会堂的几个人 并有古利内 阿力山泰 基尼加 阿西亚 各处会堂的几个人 都起来 和司提反辩论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众人敌党不住 就买出人来说 我们听见他说旁毒摩西 和上帝的话 被拿到工会 他们又聪动了百姓 掌劳 并问事 就忽然来捉拿他 把他带到工会去 设下假见证说 这个人说话 不住的租钱圣所和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 这拿撒勒人耶稣 要毁坏此地 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在工会里坐着的人 都定睁看他 见他的面貌 好像天使的面貌 第七章 司提反当众申诉 大祭司就说 这些事果然有吗 司提反说 诸位父亲请听 当日 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 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了以后 上帝使他从哪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在这地方 上帝并没有给他产业 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 但应许 要将这地刺给他 和他的后裔为业 那时 他还没有遗址 上帝说 他的后裔 必寄居外邦 那女的人 要叫他们作奴博 虎待他们四百年 上帝又说 使他们作奴博的那国 我要懲罚 以后他们要出来 在这地方侍奉我 上帝又赐他葛礼的药 于是 阿伯拉罕生了以撒 第八日 吸他行了葛礼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位先祖 先祖疾道约失 把他卖到埃及去 上帝却与他同在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 又使他在埃及王 法佬面前 得恩典 有智慧 法佬就派他作埃及国的宰相 兼管全家 后来埃及和加南全地遭遇飢荒 大受艰难 我们的祖宗 就绝了良 雅各听见在埃及有良 就打发我们的祖宗 初次往那里去 第二次 若是与弟兄们相应 他的亲族 也被法佬知道了 若是就打发弟兄 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 于是雅各下了埃及 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又被带到士兼 藏于阿伯拉罕 在士兼用银子从哈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 及至上帝应许阿伯拉罕的日期将到 以色列文在埃及 轻盛更多 直到有不晓得若失的身旺兴起 他用诡计代我们的宗族 腐害我们的祖宗 叫他们雕弃婴孩 使婴孩不能存活 那时摩西生下来 尽美非凡 在他父亲家女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 法佬的女儿拾了去 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他将到四十岁 心中起意 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到了那里 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 就护避他 为那受欺眼的人报仇 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上帝是借他的手 踏救他们 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 就劝他们和睦 说 你们以为是弟兄 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伦赦的 把他推开说 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 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 像作天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者话 就逃走了 寄居于米殿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 在西乃山的旷野 有一位天使 从荆棘火焰中 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了哪意仗 变国稀奇 正进前观看的时候 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列祖的上帝 就是阿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摩西战战兢兢 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悲叹的声音 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要救他们 你来 我要猜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 就是百姓弃绝说 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 和审判官的 上帝却值那在 荆棘中显现之是这的首 猜派他作首领 作救属的 这人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 四十年间行了其事神迹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 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将我的 就是这位摩西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 和西乃山上 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 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 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反弃绝他 心里归向埃及 对阿伦说 你且为我们做些神像 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令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那时 他们做了一个牛毒 又拿祭物 献给拿像 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上帝就转念不顾 任凭他们 侍奉天上的日月星神 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 以色列家 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 豈是将牺牲和祭物 献给我吗 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 和你翻神的声 就是你们所做 为要敬拜的帐 因此 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 有法贵的帐幕 是上帝吩咐摩西 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作的 这帐幕 我们的祖宗相计成授 当上帝在他们面前 赶出外帮人去的时候 他们同约书呀 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 直传到大卫的日子 大卫在上帝面前蒙恩 祈求为雅各的上帝预备居所 却是所罗门为上帝造成电雨 其实 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做的 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椅 你们要为我做何等的电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 不都是我手所做的吗 你们这硬着颈巷 心语已未受各礼的人 尚是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那一个先知 不是你们祖宗逼伯呢 他们也把预先传说 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 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 杀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警不遵守 看见上帝的荣耀 众人听见这话 就极其老奴 向司提反咬牙切齿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 定睁望天 看见上帝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 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 众人用石打死他 众人大声喊叫 捂着耳地 齐心涌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作见证的人 把衣上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素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司提反呼吁主说 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呀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 就说了 素罗也喜悦他被害 第八章 教会被害 门徒分散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 大租逼白 除了司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 和撒玛利亚各处 有虔诚的人 把司提反埋葬了 为他除空大哭 素罗却残害教会 进各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载监女 肥利往撒玛利亚传道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处传道 肥利下撒玛利亚承去 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 又看见肥利所行的神迹 就同心合意的 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 患有许多瘫痪的 强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行邪述的西门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向内在那城里行邪述 妄自尊大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无论大小 都听从他 说 这人就是那 称为上帝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 因他久用邪述 使他们惊奇 及至他们信了肥利所传上帝国的福音 我耶稣基督的名 连男大女就受了使 西门自己也信了 既受了使 就尚与肥利在一处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我大意能 就甚惊奇 彼得 约翰 传教 于撒玛利亚 使徒在耶路撒冷 听见撒玛利亚人 领受了上帝的道 就打发彼得 约翰 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 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使 于是 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西门贪心受责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 便有圣灵刺下 就拿钱给使徒 说 把这权兵也给我 叫我手按着谁 谁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罢 因你想上帝的恩赐 是可以用钱买的 你在这道上 无分无关 因为在上帝面前 你的心不正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 祈求主 或者 你心里的意念 可得赦免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被罪恶捆绑 西门说 愿你们为我求主 叫你们所说的 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司徒既证明主道 而且传说 就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在撒玛利亚好歇村庄 传阳福音 肥利传道 与埃提阿伯的太监 有主的一个使者 对肥利说 起来 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下 加撒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 肥利就起身去了 不料 有一个埃提阿伯人 试过有大权的太监 在埃提阿伯女王 干大基的手下 总管银库 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 在车上坐着 念先知以塞亚的书 圣灵对肥利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肥利就跑到太监那里 听见他念先知以塞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 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指教我 怎能明白呢 于是 请肥利上车 与他同坐 他所念的那段经 说 他像羊 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高 在展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谁能述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奪去 太监对肥利说 请问 先知说者说 是指着谁 是指着自己呢 是指着别人呢 肥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说耶稣 太监 信仪 受洗 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看呀 借里有水 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肥利说 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 他回答说 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于是 吩咐车站住 肥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 肥利就吸他施洗 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把肥利提了去 太监也不再见他了 就欢欢喜喜的走路 后来 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肥利 他丑片那地方 在各城宣传福音 直到该撒利亚 第九章 素罗往大马式 要害门徒 在徒中遇主 素罗仍然向主的门徒 口吐威吓 空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 及大马式的国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 带到耶路撒冷 素罗行路 将到大马式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附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素罗 素罗 你为什么逼白我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白的耶稣 起来 进城去 你所当作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 站在哪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素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 令他尽了大马式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 也不喝 当下 在大马式 有一个门徒 名叫阿拿尼亚 主在意象中对他说 阿拿尼亚 他说 主 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我听见了 你能看见 阿拿尼亚 你能看见 阿拿尼亚 你能看见 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 他在这里 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兵 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阿拿尼亚说 你只管他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名 要在外帮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阿拿尼亚 吸素罗施洗 阿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哪家 把手按在素罗身上说 兄弟素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法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素罗的眼睛上 好象有轮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受了洗 吃过饭就见状了 素罗证明耶稣是基督 素罗和大马式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国会堂里宣传耶稣 说 他是上帝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 都经其说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 他到这女来 特要捆绑他们 带到祭司长那女 但素罗越发有能力 搏倒住大马式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由太人谋杀素罗 过了好些日子 有太人商议要杀素罗 但他们的计谋 被素罗知道了 他们又 就在城门手后 要杀他 他的门徒 就在夜间 用康子 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素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令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式 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全道 都述说出来 于是 素罗在耶路撒冷 和门徒出入来往 奉主的名放胆全道 并语说希利尼瓦的犹太人 讲论辩驳 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素罗被害往大素去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他下该撒利亚 打法他往大素去 那时 犹太 是 加利尼 撒玛利亚 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是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彼得医治以尼瓦 彼得周留四方的时候 也到了居住里大的圣徒哪里 遇见一个人 名叫以尼瓦 得了癱瘓 在玉子上躺饿八年 彼得对他说 以尼瓦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起来 收拾你的玉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 凡住里大和沙伦的人 都看见了他 就归伏主 彼得使多家复活 在约伯 有一个女徒 名叫大彼大 翻希里尼瓦 就是多家 他广行善事 多思周制 当时 他患病而死 有人把他洗了 停在楼上 旅大圆与若拍相近 门徒听见彼得在哪里 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 央求他说 快到我们那里去 不要担言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 到了 便有人领他上楼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 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 所做的女依外依吸他汗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 就跪下祷告 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彼大 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见了彼得 便坐起来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 把多家活活的交给他们 这事全遍了若拍 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此后 彼得再若拍一个 烧皮像西门的家女 住了多日 第十章 哥利流蒙主指示 在该撒利亚 有一个人 名叫哥利流 是意大利型的白夫长 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 多多周祭百姓 常常讨告上帝 有一天 若在身初 他在异像中 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去 到他那里 说 哥利流 哥利流定征看他 经怕说 主啊 什么事呢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 达到上帝面前 以蒙记念了 现在 你当打法人 往若拍去 请那 称呼 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 一个烧皮像 西门的家女 房子在海边上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 哥利流 叫了两个家人 和尚自后他的一个虔诚兵来 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 就打法他们往若拍去 彼得见异像 第二天 他们行路将近那城 彼得约在五正 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饿了 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 彼得混游障碍 看见天开了 有一物降下 好掌一块大布 系着四角 聚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 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彼得 却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族物 和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上帝 上帝所欠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那麦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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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思想哪意象的 时候 圣灵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 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 于是 彼得下去见那些人 说 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 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 他们说 白夫长哥尼楼是个二人 敬畏上帝 为犹太通国所称赞 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 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 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 住了一宿 彼得往哥尼楼家传道 次日起身 和他们同去 还有约伯的几个弟兄 同着他去 又次日 他们进入该撒利亚 哥尼楼已经请了他的亲属 物有 等候他们 彼得一进去 过尼楼就迎接他 苦福在他脚前拜他 彼得却拉他说 你起来 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 着话进去 见有好些人 在哪里聚集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犹太人 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 本事不合理的 但上帝已经指示我 无论什么人 都不可看作俗意不洁净的 所以 我被请的时候 就不推迟而来 现在请问 你们叫我来 有什么意思呢 哥尼楼说 前四天 这个时候 我在家中 守着 身初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 穿着光明的衣裳 站在我面前 说 哥尼楼 你的祷告 以梦谁听 你的周祭 达到上帝面前 以梦记念了 你当打法人 往若拍去 请那 清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 一个烧皮障 西门的家里 所以 我立时打法人 去请你 你来了 很好 现今 我们都在上帝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 你的一切话 彼得宣传耶稣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上帝 是不偏代人 原来各国中 那敬畏主 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越纳 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 他是万有的主 全和平的福音 将这道刺及 以色列人 这话在约翰宣传 洗礼以后 从加利利起 传遍了犹太 上帝怎样 以圣灵和能力 高拿撒勒人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留四方行善事 依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他在犹太人之地 并耶路撒冷 所行的一切事 有我们作见证 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 第三日 上帝叫他复活 显现出来 不是显现吸众人看 乃是显现吸上帝 预先所揀选 为他作见证的人看 就是我们这些在他 从死里复活以后 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他吩咐我们全道吸众人 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 要作审判活人 死人的主 纵先知也为他作见证 说 凡信他的人 必因他的名 得蒙赦罪 圣灵降在众人身上 彼得幻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葛礼 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 也囂在外帮人身上 就都稀奇 因听见他们说谎言 称赞上帝为大 于是 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 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第十一章 彼得辩白 及外帮人 施洗的事 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帮人也 领受了上帝的道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葛礼的门徒 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葛礼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就开口 把这事挨赐给他们讲解说 我在约伯成女祷告的时候 温柔障碍 看见异仗 有一物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是着四角 从天聚下 直来到我跟前 我定睁观看 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生畜 我野兽 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彼得起来 宿尿鸟 我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族而不结正的物 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 有声音从天上说 上帝 上帝所结正的 你不可当作族物 这样 一连三次 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 有三个人 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 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 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同着我去的 还有这六位弟兄 我们都尽了那人的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 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里 说 你打法人往若拍去 请那清夫比德的西门 原来 他有说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若汉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上帝既然吸他们 因此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吸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能难阻上帝呢 众人听见这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上帝 说 这样看来 上帝也次恩及外帮人 叫他们悔改 得生命了 教会 到了安提亚 也向希腊尼尼人传说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 就狠多了 这封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亚为止 他到了哪里 看见上帝所赐的恩 就欢喜 勸勉众人 立定心志 行狗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 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门徒初次 称为基督徒 是在安提亚 他又往大素去找素罗 找着了 就带他到安提亚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亚起手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 内中有一位 名叫阿加布 站起来 借着圣灵 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格鲁链连间 果然有了 于是 门徒定义 照各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 入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汉 托巴拿巴和素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 第十二章 希律王杀雅各 筹彼得 那时 希律王下手 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 雅各 他见犹太人 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比德 那时 正是随敲的日子 希律拿了比德 收在监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如月节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扮他 于是 比德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 切切的祷告上帝 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 比德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兵丁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天使救比德出监 忽然 有主的一个侍者 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比德的勒旁 拍醒了他 说 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 束上带子 穿上鞋 他就那样作 天使又说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作是真的 只当见了异仗 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 说 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事者 救我脱离欺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述说主 怎样令他出监 想了一想 就往那清夫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玛利亚加去 在那里 有好思人聚集讨告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子女 命叫罗大 出来探听 听得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的 故不得开门 跑进去告诉众人说 彼得站在门外 他们说 你是疯了 子女极力的说 真是他 他们说 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的敲门 他们开了门 看见他 就甚惊奇 彼得摆手 不要他们作声 就告诉他们 主怎样令他出监 又说 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 我中弟兄 于是 出去往别处去了 到了天亮 兵丁 扰乱得狠 不知道 彼得往哪里去了 希律找他 找不着 就审问看守的人 吩咐把他们 拉去杀了 后来 希律离开犹太 下该杀利亚去 住在那里 希律受佛 被虫咬死 希律老老推罗 西顿的人 他们那一大地方 是从王的地土得良 因此 就托了王的内侍神 白拉斯都的情 一心来求和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 穿上潮伏 坐在位上 对他们 讲论一番 百姓哭着说 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希律不归荣耀给上帝 所以 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他被虫所咬 气就绝了 上帝的道日 见兴旺 越法广传 巴拿巴和素罗 办完了他们 供给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 称呼马可的 约翰同去 第十三章 圣灵派巴拿巴和素罗 往外传道 在安提亚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鼓励内人路球 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 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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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侍奉主 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罗 去作我照他们所作的功 于是禁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 就下到西楼基 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到了撒拉米 就在犹太人 国会堂里 全港上帝的道 也有约翰作他们的帮手 经过全岛 直到拍佛 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 假冲先知的犹太人 名叫巴耶稣 这人常和方伯 是求保罗同在 是求保罗是个通达人 他请了巴拿巴和素罗来 要听上帝的道 以女马 敌党方伯 信主 因而核眼 指示那行法述的以女马 这名翻出来 就是行法述的意思 敌党使徒 要叫方伯 不信真道 素罗又名保罗 被圣灵充满 定精看他 说 你这充满各样鬼诈 奸恶 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囚敌 你混乱主的正道 还不止住吗 现在 主的手 加在你身上 你要核眼 暂且不见日光 他的眼睛 立刻昏蒙黑暗 四下里 求人拉着手 领他 方伯 白汉见所作的事 狠欺其主的道 就信了 称呼马可的约翰 离开保罗 保罗和他的同仁 从柏佛开船 来到旁非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 他们来了别家 往前行 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 在安息日 进会堂座下 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 管会堂的叫人过去 对他们说 二位兄台 若有什么 劝勉众人的话 请说 保罗述说 以色列古事 保罗就站起来 举手说 以色列人 和一切敬畏上帝的人 请听 这以色列民的上帝 简选了我们的祖宗 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 抬举他们 用大能的手 领他们出来 又在旷野 容忍他们 约有四十年 既灭了加南地 七族的人 就把那地 分给他们为业 此后 给他们 设立事司 约有四百五十年 直到先知 萨姆尔的时候 后来 他们求一个王 上帝就将 变雅敏之派中 基氏的儿子 素罗 给他们作王四十年 基废了素罗 就算立大位 作他们的王 又为他作见证说 我尋得耶稀的儿子 大位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从这人的后裔中 上帝已经照着所应许的 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稣 述说耶稣在世的事 在他没有出来已先 约翰向以色列众文宣 讲悔改的洗礼 约翰将行尽他的情图说 你们以为我是水 我不是基督 只是有一位 在我以后来的 我解他脚上的鞋带 也是不配的 弟兄们 阿伯拉罕的子孙 和你们中间 敬畏上帝的人 这救世的道 是全给我们的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 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 也不明白 每安息日所读 众先知的书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正认了先知的语言 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 还是求比拉多杀他 既成就了经上 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坟墓里 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从加利利 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 多日看见他 这些人如今在民间 是他的见证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 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上帝已经向我们 这作儿女的应验 叫耶稣复活了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 记着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天生你 我今天生你 轮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 不再归于扭坏 就这样说 我必将所应许大卫 那圣洁可靠的恩典 刺给你们 又有一篇上说 你必不叫你的圣洁见扭坏 大卫在世的时候 遵行了上帝的旨意 就遂了 归到他祖宗那里 已见扭坏 唯独上帝所复活的 他并未见扭坏 证明耶稣为救主 所以弟兄们 你们当晓得 赦罪的道 是由这人全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清义的事上 信靠这人 就都得清义了 所以 你们没有要小心 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 临到你们 主说 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 要惊奇 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须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 再讲这话给他们听 散会以后 犹太人和敬虔 进犹太教的人 多有跟从保罗 巴拿巴的 二人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 没有要行狗在上帝的恩中 到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 几乎都内罪责 要听上帝的道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疾度 硬薄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委旁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 原事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立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 赞美上帝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于是 主的道 传遍了哪一带地方 保罗和巴拿巴 地族出境 但犹太人挑唆 前进尊贵的妇女 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逼白保罗和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二人对着 众人对下脚上的尘土 就往以歌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第十四章 保罗自好生来强腿的 二人在以歌念 同进犹太人的会堂 在那里讲的 叫犹太人 和稀利利人 信的很多 但那不信从的犹太人 怂动外邦人 叫他们心里 老恨弟兄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以靠主放胆讲道 主席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其事 证明他的恩道 成女的众人就分了党 有父从犹太人的 有父从仕途的 那时 外邦人和犹太人 并他们的官长 一起涌上来 要凌辱仕途 用石头打他们 使徒知道了 就逃往女高尼的 路斯德 特地 两个城 和周围地方去 在那里传福音 路斯德城里 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强腿的 从来没有走过 他听保罗讲道 保罗定睁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得传遇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众人要向仪士图献制 众人看见保罗所作的事 就用女高尼的话 大声说 有神直着人形 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于是 称巴拿巴为雕斯 称保罗为希尔米 因为他说话领手 有城外雕斯妙的祭司 牵着牛 拿着花圈 来到门前 要同众人向使徒献制 巴拿巴 保罗 以使徒听见 就施开衣裳 跳进众人中间 哭着雪 诸君 为什么作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 圣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全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 地 海 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 他在从前的世代 任凭万国 各行其道 然而 为自己未尚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上司恩惠 从天降雨 上次封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二人说了这些话 紧紧的拦住众人 不献祭于他们 犹太人 疏众 用石头 打保罗 但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亚和尔哥念来 挑疏众人 就用石头 打保罗 以为他是死了 便拖到城外 门徒正围着他 他就起来 走进城去 第二天 同巴拿巴网 特比去 对那城里的人 传了福音 使好色人 作门徒 就回路斯德 以歌念 安提亚去 坚固门徒的心 劝他们 行守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 上帝的国 必须经历 许多艰难 人在各教会中 选立了长老 又禁食 讨告 就把他们 交托所信的主 述说 述说给外邦人 开信道的门 人经过 比西底 来到 庞菲利亚 在别家 港了道 就下 亚大利去 从那里 坐船 往安提亚去 当初 他们 被众人 所托 蒙上帝之恩 要办现在所作之功 就是在这地方 到了那里 聚集了会众 就述说上帝 值他们 所行的一切事 并上帝 怎样为外邦人 开了信道的门 而人 就在那里 同门徒 住了多日 第十五章 争论外邦门徒 该守 摩西的律法 有几个人 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 受割礼 不能得救 保罗 巴拿巴 与他们 大大的纷争 辩论 众门徒 就定规 叫保罗 巴拿巴 和本会中 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 上耶路撒冷去 见使徒和掌路 于是 教会送他们 起行 他们经过 肥尼基 撒马里亚 随处传说 外邦人 归主的事 叫众弟兄 都甚 欢喜 到了耶路撒冷 教会和使徒 并长老 都接待 他们 他们就述说 上帝 同他们 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 是法利赛 教门的人 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 行割礼 吩咐他们 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掌路 聚会商议 这事 辩论已经多了 比特就起来 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 上帝早已在 你们中间 简选了我 叫外邦人 从我口中 得听福音 知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上帝 也为他们 作了见证 次圣灵 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 一样 又值着信 结证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 我们 现在 为什么试探上帝 要把我们祖宗 和我们所不能负的厄 放在门徒的颈项上 我们得救 乃是恩主耶稣的恩 和他们 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 所信的 巴拿巴 和保罗 述说 在外邦人中 所行 之事 众人都默默 无声 听巴拿巴 和保罗 述说 上帝 值他们在外邦人中 所行的神 即其事 他们 注了声 雅各 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方才西门述说 上帝 当初 怎样 眷顾 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 选取百姓 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意识相合 正如 经上所写的 此后 我要回来 重新收造 大位 堵塔的 帐幕 把那 破坏的 重新 收造 建立起来 叫余姓 的人 就是 凡 称为 我名下 的外邦人 都尋求主 这话 是从 苍世以来 显明 这是 的 主 说的 雅各 定断 此事 所以 据我的意见 不可难为 那归伏 上帝的 外邦人 只要 写信 吩咐 他们 禁戒 偶像的 污蔑和 奸淫 并 勒死的 生畜 和 血 因为 从古以来 末世的 书 在 各城 有人 传 每逢 安息 人 在会堂里 中毒 猜人 送信 到 安提 那时 使徒和 长老 并传 教会 定意 从他们中间 选择人 猜他们和 保罗 巴拿巴 同往 安提 阿去 所 所选 所选 的 就是 称呼 巴 萨巴 的 犹大 和 西拉 这两个人 在 弟兄中 是作 首领的 于是 写信 交付 他们 内 中 说 使徒 和 作 长老 的 弟兄们 问 安提 阿 贼里亚 基尼加 外邦 众 弟兄 的 安 我们 听说 有几个人 从我们 这类 出去 用 言语 搅 你们 或 乱 你们 的 心 其实 我们 并没有 吩咐 他们 所以 我们 同心 定意 拣 几 个人 猜 他们 同 我们 所 亲爱的 巴拿巴 和 保罗 往 你们 那里 去 这 人 是 为我 主 耶稣 基督 的 名 不顾 圣 命的 我们 就 猜了 猶大 和 西 拉 他们 也 要 亲口 诉说 这些事 因为 圣 灵 和 我们 定意 不 将 别的 重担 放 在 你们 身上 唯有 几件事 是 不可 小的 就是 禁戒 祭 偶像 的 物 和 血 并 勒死 的 生 促 和 奸淫 这 几件 你们 若能 自己 禁戒 不犯 就好了 愿 你们 平 安 众人 接 信 便 得 安 慰 他们 既 奉了 差遣 就下 安提 阿 去 聚集 众人 交付 书 信 众人 念了 因为 信尚安慰的话 就 欢喜了 又大和 西拉 也事先知 就 用许多话 勸勉 弟兄 兼顾他们 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 打发 他们平平安安的 回到 猜遣 他们的人 哪里去 唯有 西拉 定义 仍住在 哪里 但 保罗和 巴拿巴 仍住在 安提 阿 和 许多别人 一同 教训 人 传主 的 道 保罗 巴拿巴 为 马可 分开 过了些日子 保罗 对 巴拿巴 说 我们 可以 回到 从前 宣传 主导的 觉成 看望 弟兄们 警方 如何 巴拿巴 有意 要带 称呼 马可 的 约翰 同 去 但 保罗 因为 马可 从前 在 庞菲利亚 离开 他们 不和 他们 同 去 作 宫 就 以为 不可 带 他 去 于是 二人 起了 争论 甚至 彼此 分开 巴拿巴 带着 马可 坐船 往 居 彼路 去 保罗 拣 了 西拉 也 出去 蒙弟兄们 把他 交于 主的 恩中 他 就 走遍 敘利亚 基利家 兼顾 众教会 第十六章 保罗 简选 提摩泰 保罗 来到 特比 又到 路斯德 在那里 有一个 门徒 名叫 提摩泰 是信主 之犹太 妇人 的儿子 他父亲 却是 希里 尼人 路斯德 和以歌念 的弟兄 都 称赞他 保罗 要 带他 同 去 只因 那些 地方 的犹太人 都 知道他 父亲 是 希里 尼人 就 给他 行了 各礼 他们 经过 各城 把 耶路撒冷 使徒 和 掌路 所定 的 条 规 交 给 门徒 遵守 于是 宗教会 信心 越法 兼顾 人 素 天 天 加 增 保罗 建 仪 仗 往 马 其 顿 去 圣灵 既然禁止 他们 在 亚西 亚 港 道 他们 就 经 过 弗里 加 加拉 泰 一 大 地方 到了 美西 亚 的 边 界 他们 想 要 往 彼 推 尼 去 耶 苏 的 灵 却 不 去 他们 就 越 过 美西 亚 下 到 特 罗 亚 去 在 夜间 有 异象 宴 与 保罗 有 一个 马 其 顿人 站着 求他 说 请你 过到 马 其 顿来 帮助 我们 保罗 保罗 看 这 意 象 我们 随即 想要 往 马 其 顿去 以为 上帝 照 我们 传 福音 吸 那 女 的人 听 女 底 亚 信 主 令 誓 于是 从 特 罗 亚 开 船 一直 行 到 薩 摩 特 拉 第二 天 到了 尼 阿波利 从 那 女 来 到 肥立 比 就是 马 其 顿 这 一方 的 头 一个 城 也是 罗马 的 住 房 城 我们 在 这 城 住了 几天 当 安 食 日 我们 出 城 门 到了 河边 知道 那 女 有 一个 祷告 的 地方 我们 就 座下 对 那 聚会 的 婦 港 道 有 一个 卖 紫 色 布 匹 的 婦 人 名 叫 女 底 亚 是 推 雅 推 拉 成 的人 素 来 敬拜 上帝 她 听见了 主就 开道 她 的 心 叫 她 留心 听 保 罗 所 说 的话 她 和 她 一 家 既 了 洗 便 求 我们 说 你们 若 以为 我是 真 信 主 的 请 到我 家 女 来 住 于是 强留 我们 保罗 逐 出 无 鬼 后来 我们 往那 土 告 的 地方 去 有 一个 使 女 迎 着 面 来 她 被 无 鬼 所 付 用 法 述 叫 她 主 人 们 大 得 才 利 她 跟 随 保 罗 和 我们 喊 着 雪 这些人 是 至高 上帝 的 仆人 对 你们 传说 救人 的 道 她 一年 多日 这样 喊叫 保 罗 就 心中 厌烦 转身 对 那鬼 说 我奉 耶稣 基督 的 名 吩咐 你 从 他 身上 出来 那鬼 当时 就 出 来了 保 罗 西 拉 地 打 下 监 是 女 的 主 人 们 见得 利 的 子 望 没有 了 便 周 住 保 罗 和 西 拉 他们 到 史 上 去 见 首领 又 大 道 官 长 面 前 说 这些人 原 是 犹太 人 竟 騷 扰 我们 的 成 全 我们 罗 馬 人 所不可 受 不可 行 的 规矩 众人 就 一同 起来 攻击 他们 官 长 吩咐 剥了 他们 的 衣裳 用 棍打 打了 许多棍 便 将 他们 下在 监 祝 付 禁 着 严 紧 看守 禁 祝 令 了 这样 的 命 就 把 他们 下在 内 监 里 两脚 上了 木 狗 夜 半 地震 监 门 传 开 约在 半夜 保罗和 西拉 讨告 唱 诗 赞美 上帝 众囚犯 也 则 以 而 听 忽然 地 大 震动 甚至 监 奴 地 基 都 摇动 了 监 立刻 传 传 众 囚犯 的 锁 链 也 都 松 开 了 禁 一 醒 看见 监 门 传 开 以为 囚犯 已经 逃走 就 拔 都要 自杀 保罗 大声 呼 叫 说 不要 伤害 自己 我们 都 在 这 里 禁 叫 人 拿 灯 来 就 跳 进去 战战 兢兢兢的 苦福 在 保罗 西拉 面前 又 领 他们 出来 说 二位 先生 我当 怎样 行才 可以 得救 禁 出 全 家 信 主 他们 说 当 信 主 耶 苏 你 和 你 一 家 都 必 得救 他们 就 把 主的 道 讲 他 和他 全 家 的人 听 当 夜 就 在 那 时候 禁 出 把 他们 带 去 洗 他们 的 伤 他 和 属 扶 他 的人 立 时 都 受了 洗 于 是 禁 他们 上 自己 家 里 去 给 他们 摆 上 饭 他 和 全 家 因为 信了 上 帝 都 肯 喜乐 官 长 勸 二 人 出 监 到了 天 亮 官 长 打 法 差役 来 说 释放 那 两 个 人 吧 禁 就 把 这 话 告诉 保 罗 说 官 打 法 人 来 叫 释放 你们 如今 可以 出 监 平 安 的 去 吧 保 罗 却 说 我们 是 罗马 人 并 没有 定罪 他们 就在 众人 面前 打 了 我们 又 把 我们 下在 监女 现在 要 私下 拧 我们 出去 吗 这是 不 行 的 叫 他们 自己 来 我们 出去 吧 差役 把 这 话 回 品 官 长 听见 他们 是 罗马 人 就 害怕 了 于是 来 劝他们 领 他们 出来 请 他们 离开 那城 二人 出了 监 旺 女 底 亚 家 女 去 见 了 弟 兄 闻 劝 他们 一番 就 走了 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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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保罗和西拉 在贴薩罗尼加 港道 保罗和西拉 经过暗非玻璃 亚波罗尼亚 来到贴薩罗尼加 在哪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掃上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犹太人 罪匪搞乱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圈 就服从保罗和西拉 并有许多贤劲的欺利利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 心里疾道 招聚了些市井匪类 搭伙成群 怂动合成的人 闯进耶稣的家 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 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官那里 喊叫说 那搞乱天下的 也到借女来了 耶稣收留他们 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 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众人和地方官 听见这话 就经放了 于是 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藏 就释放了他们 比利亚人 甘心受道 弟兄们 随即在夜间 打发保罗和西拉旺 比利亚去 以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言于贴撒罗尼加的人 甘心领受者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者道 事与不是 所以 他们中间 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丽尼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但贴撒罗尼加的犹太人 知道保罗 又在比利亚全上帝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 怂动搅拗予众人 当时 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 西拉和提摩太 仍住在比利亚 送保罗的人 带他到了雅典 既领了保罗的命 叫西拉和提摩太 速速到他借女来 就回去了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市偶像 就心里着急 于是 在会堂里 与犹太人 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史上所遇见的人 辩论 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 两门的学士 与他争论 有的说 这胡言乱语的 要说什么 有的说 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全港耶稣 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 阿略巴古 说 你所讲的这身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 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 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 和住在那里的客人 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向雅典人陈说 保罗站在阿略巴古当中 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 肯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 未识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 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象欠缺少什么 自己倒张生命 气息 万物 刺及万人 他从一本 做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上帝 或者可以揣摩 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 他离我们 各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圣 将人用手艺 心思 所雕刻的金 银 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上帝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 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有机翘的 有相信的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机翘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说这个罢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 信了主 其中有阿略巴古的官 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 名叫大玛丽 患有别人一同信重 第十八章 许多哥林多人 信而受使 这事以后 保罗来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阿居拉 他生在本都 因为格鲁丝 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身近带着妻 白基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事制造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利人 世妮和提摩太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为道逼切 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他们既抗拒 毁旁 保罗就抖着衣裳说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帮人那里去 于是 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敬拜上帝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 就相信受使 夜间 主在意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说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 零六个月 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 犹太人 在家流面前 控告保罗 到家流作亚该亚方白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 拉他到公堂 说 借个人 劝人不按着律法 敬拜上帝 保罗刚要开口 家流就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 如果是为冤枉 或奸恶的事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 若是关乎言语 明目 和你们的律法 你们自己去办罢 这样的事 我不愿意审问 就把他们练出公堂 众人便周住管会堂的所提尼 在堂前打他 借些事家流都不管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敘利亚去 白基拉 亚居拉 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 就在兼格里剪了头发 到了以弗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尽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 他却不稳 就辞别他们 说 上帝若许我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于是 开船来了以弗所 在该撒利亚下了船 就上耶路撒冷 去问教会安 随后下安提亚去 住了些日子 又离开那里 埃次经过加拉泰 和弗里加地方 堅固众门徒 阿波罗 放胆 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阿波罗 来到以弗所 他生在阿力山泰 是有学问的 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 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 将耶稣的事 详细讲论 教训人 指示 他单晓得 约翰的洗礼 他在会堂里放胆 讲道 白基拉 阿居拉听见 就接他来 将上帝的道 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他想要往阿该阿去 弟兄们就勉励他 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 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 博倒犹太人 人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第十九章 保罗遇见 施洗约翰的门徒 阿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大地方 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也未曾听见有圣灵痴下来 保罗说 这样 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说 是约翰的洗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 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 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 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谎言 又说寓言 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保罗在推拉鲁 学防辩论 保罗进会堂 放胆讲道 一年三个月 辩论上帝国的事 劝化众人 后来 有些人 心里肝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 委托这道 保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 便在推拉鲁的学房 天天辩论 这样 有两年之久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尼人 都听见主的道 上帝直保罗的手 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 拿手巾 或围困 放在病人身上 并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被鬼附的 圣料赶鬼的 那时 有几个游行各处 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鬼附的人 擅自清主耶稣的名 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赐令你们出来 作借事的 有犹太祭司长 是基雅的七个儿子 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所付的人 就跳在他们身上 圣了其中二人 制服他们 叫他们赤着身子 受了伤 从那房子里 逃出去了 犯住在以忽所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尼人 都知道这事 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名 从此就尊大了 那已经信的 多有人来承认素说 自己所行的事 行邪述的 消自己的书 平素行邪述的 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 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 他们算计书价 便知道 共合五万块钱 主的道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这些事完了 保罗心里定义 经过了马其顿 阿该亚 就往耶路撒冷去 又说 我到了那里以后 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于是 从帮助他的人中 打发提摩泰 以拉刀疑人 往马其顿去 自己暂时等在阿西亚 抵米雕 黄银杖 鼓躁闹事 那时 因为这道喜的扰乱不少 有一个银杖 名叫抵米雕 是制造亚抵米神银银的 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 他聚集他们 和同行的工人 说 众位 你们知道 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 这保罗不但在以忽所 也几乎在阿西亚全地 引有迷惑许多人 说 人手所作的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这样 不独我们这事业 被人藐视 就是大女神 阿底米的庙 也要被人轻忽 连阿西亚全地 和普天下 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 也要消灭了 众人听见 就怒气填空 喊着雪 大灾以忽所人的阿底米雅 满城都轰动起来 众人拿着与保罗同行的 马其顿人该游 或阿里达古 齐心涌进气园里去 保罗想要进去 到百姓那里 门徒却不许他去 还有阿西亚几位首领 是保罗的朋友 打发人来劝他 不要冒险到气园里去 聚集的人 纷纷乱乱 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哪个的 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 有人把阿历山大 从众人中带出来 犹太人推他往前 阿历山大就摆手 要向百姓分数 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 就大家同声喊着雪 大灾以弗所人的阿底米 如此若有两小时 以弗所的书记 使众人安静 那城里的书记 安抚了众人 就说 以弗所人阿 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 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 和从雕丝那里落下来的像 这事既是博不倒的 你们就当安静 不可吵辞 你们把这些人带来 他们并没有偷窃秒钟之物 也没有旁读我们的女神 若是抵米雕和他同行的人 有控告人的事 自有放告的日子 也有方法 可以彼此对告 你们若问别的事 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 今日的妖乱 本事无缘无故 我们难免被查问 轮到这样罪众 我们也说不出所以言来 说了这话 便叫众人散去 第二十章 乱定之后 保罗请门徒来 劝勉他们 就辞别起行 往马其顿去 走遍了那一大地方 用许多话劝勉门徒 然后来到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将要坐船往敘利亚去 犹太人设计要害他 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 同他到亚西亚去的 有比利亚人 拔罗斯的儿子 所巴特 贴撒罗尼加人 阿里达古 和西公都 还有特比人 该游 并提摩泰 又有阿西亚人 推机鼓 和特罗飞摩 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 等候我们 过了随敲的日子 我们从肥立比开船 五天到了特罗亚 和他们相会 在那里住了七天 保罗在特罗亚 使游推股复活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 抹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 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 直讲到半夜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好些灯烛 有一个少年人 名叫游推股 坐在窗台上 困倦沉睡 保罗讲了多时 少年人睡熟了 就从三层楼上 掉下去 扶起他来 已经死了 保罗下去 伏在他身上 抱着他 说 你们不要法荒 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保罗又上去 抹饼 吃了 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 这才走了 有人把那童子 活活的领来 得的安慰不少 我们先上船 开往阿索去 意思要在那里 接保罗 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 他自己打算要步行 他既在阿索与我们相会 我们就接他上船 来到米推利利 从那里开船 次日 到了基亚的对面 又次日 在撒摩靠岸 又次日 来到米利都 乃恩保罗 早已定义 越过以忽所 免得在阿西亚担言 他急往前走 巴不得赶五巡折 能到耶路撒冷 保罗从米利都打法人 往以忽所去 请教会的长路来 他们来了 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阿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 始终为人如何 服事主 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 有恩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 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 被毁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各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有对犹太人 和希利利人 证明当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现在 我往耶路撒冷去 深深迫切 不知道在哪里 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 向我指证 说 有捆所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圣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愿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即是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谨慎 谨慎 劝勉 我素尝在你们中间来往 全港上帝国的道 如今 我晓得你们以后 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所以 我今天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 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 上帝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 被毁不存给你们的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上帝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 我去之后 必有空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 也必有人起来 说拨谋的话 要引有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 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就夜不住的流泪 劝戒你们各人 如今 我把你们交托上帝 和他恩惠的道 借到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性的人 同德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 银 衣服 我借两只手 上供给我 和同人的衰用 借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借让劳苦 辅助软弱的人 辅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 施比授更为有福 保罗 同众人 讨告 辞别 他们 保罗 说完了 这话 就跪下 同众人 讨告 众人 痛哭 抱着 保罗的颈项 和他亲嘴 叫他们 最伤心的 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 再见 我的面 那句话 于是 送他 上船 去了 保罗 第二十一章 推罗的门徒 劝保罗 不要上耶路撒冷 我们离别了众人 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士 第二天到了罗底 从哪里到柏大拉 遇见一只船 要往肥尼基去 就上船起行 望见居比路 就从南边行过 往敘利亚去 我们就在推罗上岸 因为船要在哪里卸货 找着了门徒 就在哪里住了七天 他们被圣灵感动 对保罗说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起身前行 他们众人 和妻子 儿女 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都跪在岸上 祷告 彼此词别 我们上了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阿加布 遇言保罗 必被捆绑 我们从推罗 行进了水路 来到多利迈 就问那里的弟兄安 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离开那里 来到该撒利亚 就进了全福音的 肥利家女 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 执事女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 名叫阿加布 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 说 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 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帮人手里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 听见这话 都苦劝保罗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命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 过了几日 我们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 和我们同去 带我们到一个 九围门徒的家里 叫我们与他同住 他名叫拿孙 是居比路人 在耶路撒冷的门徒 欢喜接待保罗 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欢欢喜喜的 接待我们 第二天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保罗问了他们安 便将上帝用他传教 在外帮人中间所行之事 一一的述说了 他们听见 就归荣耀与上帝 对保罗说 卿台 你看犹太人中 信主的有多少万 并且 都为律法而深 他们听见人说 你教训一切在外帮的犹太人 你气摩西 对他们说 不要给孩子行国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罢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都有愿在身 你带他们去 与他们一同行结正的礼 替他们拿出规 叫他们得以剃头 这样 众人就可知道 先前所听见你的事 都是虚的 并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 循规道举 遵行律法 至于信主的外帮人 我们已经写信而定 叫他们谨记那制偶像之物 和血 并勒死的生畜 与奸淫 于是 保罗带着那四个人 第二天 与他们一同行了结正的礼 尽了殿 报名结正的日期满足 只等祭司为他们各人献祭 犹太人 聪动众人 竹拿保罗 那七日将圆 从阿西亚来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聪动了众人 下手拿他 喊叫说 以色列人来帮助 这就是在各处 教训众人 租钱我们百姓 和律法 并借地方的 他有带着 欺利尼人进殿 污蔑了者圣地 借话 是因他们曾看见尔弗所人 特罗飞摩 和保罗在城里 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合成都震动 百姓一齐跑来 拿住保罗 拉他出殿 殿门立刻都关了 千夫掌解救保罗 他们正想要杀他 有人报信给盈里的千夫掌 说 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 千夫掌立时戴着兵丁 和几个百夫掌 跑下去 到他们那里 他们见了千夫掌和兵丁 就指着不打保罗 于是千夫掌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 又问他是什么人 作的是什么事 众人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哪个的 千夫掌因为这样乱样 得不着实情 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行流去 到了台街上 众人击得凶猛 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面 喊着说 除掉他 将要带他进行流 保罗对千夫掌说 我对你说句话 可以不可以 他说 你懂得欺利尼话吗 你莫非是从前作乱 带领四千兇徒 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 保罗说 我本是犹太人 生在基里加的大数 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 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 千夫掌准了 保罗就站在台街上 向百姓摆手 他们都静默无声 保罗便用欺白来话 对他们说 第二十二章 保罗向百姓声明 主委父亲请听 我现在对你们分数 众人听他说的是欺白来话 就更加安静了 保罗说 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里加的大数 奖在这成女 在加玛列门下 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 而心事奉上帝 像你们众人今天一样 我也曾逼百奉这道的人 直到死地 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 这事大祭司和众长老 都可以给我作见证的 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 往大马式去 要把在那里奉借道的人所拿 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我将到大马式 正走的时候 若再响悟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四面照着我 我就辅导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蘇罗 蘇罗 你为什么逼百我 我回答说 主啊 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百的 拿撒勒人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 看见了哪光 却没有听明白哪位 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啊 我当作什么 主说 起来 进大马式去 在那里要将所派你作的一切事 告诉你 我因那光的荣耀 不能看见 同行的人 就拉着我手 进了大马式 那里有一个人 名叫阿拿尼亚 安着律法 涉嫌成人 为一切 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 对我说 兄弟蘇罗 你可以看见 我当时往上一看 就看见了他 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上帝 拣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由得见哪二者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为他作见证 现在 你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 求告他的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 述说 奉主命 往外邦 后来 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 讨告的时候 混由障碍 看见主向我说 你赶紧的 离开耶路撒冷 不可辞言 因你为我作的见证 借女的人 必不领受 我就说 主啊 他们知道 我从前把信你的人 收在监里 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 并且 你的见证人施提反 被害流血的时候 我也站在旁边欢喜 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 主向我说 主向我说 你去吧 我要猜你远远的往外帮人哪里去 众人 就圈阳 要除灭他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 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 从世上除掉他吧 他是不当活着的 众人圈阳 率调衣裳 把尘土向空中仰起来 千夫长就吩咐 将保罗大进营流去 叫人用鞭子敲问他 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圈阳 是为什么缘故 因罗马民籍 免受鞭打 刚用皮条捆上 保罗对旁边站着的伯夫长说 人是罗马人 又没有定罪 你们就鞭打他 有这个例吗 白夫长听见这话 就去见千夫长 告诉他说 你要作什么 这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 你告诉我 你是罗马人吗 保罗说 是 千夫长说 我用许多银子 才入了罗马的民籍 保罗说 我生来就是 于是 那些要敲问保罗的人 就离开他去了 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 又因为捆绑了他 也害怕了 第二天 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 控告保罗的实情 便解开他 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 都聚集 将保罗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第二十三章 保罗在公会前声明 保罗定睁看着公会的人 说 弟兄们 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良心 直到今日 大祭司阿拿尼亚 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 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 你这粉色的场 上帝要打你 你坐堂 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 你竟违背律法 吩咐人打我吗 站在旁边的人说 你欲骂上帝的大祭司吗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着说 不可委托你百姓的官长 保罗看出大众 一半是杀刀该人 一半是法利塞人 就在公会中大声说 弟兄们 我是法利塞人 也是法利塞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问 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说了这话 法利塞人和杀刀该人 就争论起来 会众分为两党 因为杀刀该人说 没有复活 也没有天使 和鬼魂 法利塞人却说 两样都有 于是 大大的圈阳起来 有几个法利塞党的民事 站起来 争辩说 我们看不出 借人有什么恶处 倘若有鬼魂 或是天使 对他说过话 怎样呢 那时大喜争吵 千夫长恐怕 在保罗旁边说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 为我作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 为我作见证 四十多人 同谋杀害保罗 到了天亮 犹太人同谋起誓 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心起誓的 有四十多人 他们来见祭司掌和掌路说 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什么 现在 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 叫他带下保罗 到你们借女来 假作要详细拆考他的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 继谋泄漏 保罗的外生 听见他们设下埋伏 就来到营留里 告诉保罗 保罗请一个白夫掌来 说 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掌 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 把他领去见千夫掌说 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 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 他有事告诉你 千夫掌就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旁 私下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他说 犹太人已经约定 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工会里去 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 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 已经起誓 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现在预备好了 只等你应运 于是 千夫掌打发少年人走 祝负他说 不要告诉人 你将这事报给我了 千夫掌便叫了两个白夫掌来 说 预备步兵二百 马兵七十 长枪手二百 今夜害初往该撒利亚去 也要预备生口叫保罗骑上 护送到巡护肥力斯那里去 格鲁雕 情文书 吸肥力斯 千夫掌有写了文书 大略说 格鲁雕 女西亚 请巡护肥力斯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 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 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工会去 便查之他被告 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 并没有什么该死 该绑的罪名 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 我就立时戒他到你那里去 又吩咐告他的人 在你面前告他 保罗在该撒利亚被看守 于是 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 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 第二天 让马兵护送 他们就回迎流去 马兵来到该撒利亚 把文书呈给巡护 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护看了文书 问保罗是哪省的人 既曉得他是基利家人 就说 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誓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把他看守 在希律的衙门里 第二十四章 保罗在肥力斯前 为自己分数 过了五天 大祭司阿拿尼亚 和几个长老 和一个便是帖土罗 下来 向秦府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了来 帖土罗就告他说 肥力斯大人 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 这一国的弊病 因着你的先见 得以更正了 我们随事随地 满心感谢不尽 唯恐多说 你嫌范水 只求你欢容 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 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普天下 众犹太人生乱的 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位 我们把他捉住了 不料千夫掌 女西亚前来 甚是强横 从我们手中把他奪去 吩咐告他的人 到你借女来 你自己救问他 就可以知道 我们告他的一切是了 中犹太人也随着 告他说 事情诚言是这样 秦府点头 叫保罗说话 他就说 我知道你在这国里 段是多年 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想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 不过有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 或是在会堂里 或是在城里 和人辩论 聪动众人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 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 我向你承认 就是他们所称为二端的道 我正按着那道 侍奉我祖宗的上帝 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并且靠着上帝 盼望死人 无论善恶 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 也有借过盼望 我因此 自己勉励 对上帝 对人 尚存无愧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周制本国的捐行 和贡献的物上去 正献的时候 他们看见我在殿里 已经结证了 并没有罪忠 也没有炒让 唯有几个从阿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 就应当到你面前来 即或不然 这些人 若看出我站在工会前 有妄围的地方 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 纵然有 也不过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 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審 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肥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 就知悟他们说 且等千夫长 女西亚下来 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于是 吩咐白夫长看守保罗 并且宽待他 也不拦了他的亲友 来供给他 肥力斯留保罗在监女 过了几天 肥力斯和他夫人 犹太的女子 土西拉 一同来到 就叫了保罗来 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 保罗讲论公义 折制和将来的审判 肥力斯甚觉恐惧 说 你暂且去吧 等我得便再叫你来 肥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 所以屡次叫他来 和他谈论 过了两年 波球菲斯都接了肥力斯的任 肥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留保罗在监女 第十五章 犹太人的控告和央寇 菲斯都到了任 过了三天 就从该撒尼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又央告他 求他的情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要在路上埋伏 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 保罗压在该撒尼亚 我自己快要往哪里去 又说 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 与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么不是 就可以告他 保罗压在该撒尼亚上 菲斯都在他们哪里 住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下该撒尼亚去 第二天座堂 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 哪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 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 保罗压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 或是该撒 我都没有干凡 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问保罗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哪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保罗说 我站在该撒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向犹太人 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 我也不辞 他们所告我的事 若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要上告于该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 就说 你既上告于该撒 可以往该撒那里去 阿基帕要听保罗 过了些日子 阿基帕王和百尼基士 来到该撒尼亚 问菲斯都安 在哪里住了多日 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 说 借女有一个人 是菲斯留在监里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掌和犹太的掌老 将他的事稟布了我 求我定他的罪 我对他们说 无论什么人 被告还没有和缘告对质 未得机会分数 所告他的事 就先定他的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 我就不担言 第二天便坐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暂着告他 所告的 并没有我所亦了的那等恶事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 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 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 是已经死了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这些事当怎样救问 我心里作难 所以问他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 要听皇上审断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等我戒他到该撒那里去 阿基柏对菲斯都说 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菲斯都说 明天你可以听 第二天 阿基柏和白尼基 大将威世而来 同着中千夫掌 和成女的尊贵人 尊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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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切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 和这女 曾向我狠求 呼叫说 不可用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尚告于皇帝 所以我定意把他戒去 轮到借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 可以奏明主上 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阿基柏王面前 为要在查问之后 有所陈奏 据我看来 皆宋囚犯 不止明他的罪案 是不合理的 第二十六章 保罗在阿基柏前 为自己分数 阿基柏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辨明 于是 保罗伸手分数说 阿基柏王啊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 今天 得在你面前分数 实为万幸 更可行的是 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 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 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 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 自幽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作见证 就晓得我从起初 是按着我们教中 最严谨的教门 作了法利赛人 现在 我站在这女受审 是因为指望上帝 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 我们十二个支派 就夜切切的 侍奉上帝 都指望得着 王啊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这指望 上帝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 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 那撒冷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兵 我就把许多圣徒 囚在监里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国会堂 我屡次用刑 强迫他们说洩毒的话 有份外劳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乘入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兵和命令 往大马昔去 王啊 我在路上 響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被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附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 向我说 蘇罗 蘇罗 为什么逼白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白的耶稣 蒙派到外邦全道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 和外帮人的手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拳下归向上帝 有恩信我 德蒙赦罪 和一切成性的人同德基业 阿基柏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在大马式 后在耶路撒冷 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勸勉他们 应当悔改归向上帝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情 因此 犹太人在殿里拿着我 想要杀我 然而 我蒙上帝的帮助 直到今天 还站得住 对着尊贵 为悲战 老友作见证 所说的 并不外乎众先知 和摩西所说 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 因从死女复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全给百姓和外邦人 非诗都说保罗癫狂 保罗这样分数 非诗都大声说 保罗 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 非诗都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 所以 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 阿基柏王呀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阿基柏王对保罗说 你想小微一圈 便叫我作基督徒呀 保罗说 无论是小圈 是多圈 我向上帝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 不要像我有这些所念 于是 王和秦府 并百尼基 与同座的人都起来 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 该绑的罪 阿基柏又对非诗都说 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杀 就可以释放了 第二十七章 保罗坐船 往意大利去 非诗都既然定规了 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 交给玉形里的一个白夫掌 名叫游流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 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 我们就想了那船开行 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家人 阿里达古 和我们同去 第二天 到了西顿 游流宽代保罗 准他往朋友那里去 受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有开船 因为风不顺 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 过了基里加 庞菲利亚前面的海 就到了女家的梅拉 在那里 白夫掌遇见一只阿力山泰的船 要往意大利去 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一年多日 船行得慢 紧紧来到隔离土的对面 因为被风烂了 就贴着隔离底背风岸 从薩摩尼对面行过 我们沿岸行走 紧紧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佳奥 来那里不远 有拉西亚城 保罗劝众 走的日子多了 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旗 行船又危险 保罗就劝众人说 众位 我看这次行船 不但货物和船要受相损 大租破坏 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白夫掌信从掌船的和船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且恩在这海口过冬不变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 或者能到菲尼基过冬 菲尼基是隔离底的一个海口 一面朝东北 一面朝东南 这时 微微起了南风 他们以为得意 就起了南 贴近隔离底走去 水路的危险 不多几时 狂风从岛上撲下来 那风名叫有拉格罗 船被风抓住 滴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 那岛名叫高大 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 既然把小船拉上来 就用南索捆绑船底 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割了浅 就落下蓬来 任船飘去 我们被风浪迫得甚急 第二天 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到第三天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太阳和星神多日不显露 又有狂风大浪吹逼 我们得救的指望 就都绝了 安慰众人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 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 众位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离开隔离底 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 现在 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 一个也不失丧 唯独失丧借船 因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 他的使者 昨夜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 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该杀面前 并且 与你同船的人 上帝都刺给你了 所以 众位可以放心 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 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水手上吐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 船在亚底亚海 飘来飘去 若到半夜 水手以为佔近寒地 就探深浅 探得有十二象 稍往前行 又探深浅 探得有九象 恐怕 撞在石头上 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鸟 盼望天亮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把小船放在海内 假作要从船头抛鸟的样子 保罗对白夫掌和冰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 你们必不能得救 于是 冰丁砍断小船的城址 由他飘去 天漸亮的时候 保罗劝众人都吃饭 说 你们原望忍我不吃什么 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 我劝你们吃饭 这事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因为 你们各人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借话 就拿着饼 在众人面前捉借了上帝 抹开吃 于是 他们都放下心 也就吃了 船被大浪损坏 我们在船上的 共有二百七十六个人 他们吃饱了 就把船上的墨子 抛在海里 为要叫船轻一点 到了天亮 他们不认识那地方 但见一个海湾 有岸可登 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 于是 不认识 撑断浪索 气囊在海里 同时 也松开陀绳 拉起头缝 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两水夹流的地方 就把船割了浅 船头交注不动 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 众人得救 丁丁的意思 要把囚犯杀了 恐怕有伏水脱逃的 但伯夫长要救保罗 不准他们任意而行 就吩咐会伏水的 跳下水去先上岸 其余的人 可以用板子 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 这样 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第二十八章 土人的接待 我们既已得救 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 土人看待我们 有非常的情分 因为当时下雨 天气又冷 就生火 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 保罗十起一菌柴 放在火上 有一条毒蛇 因为热了出来 咬住他的手 土人看见那毒蛇 沿在他手上 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兇手 虽然从海里救上来 天理还不用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 甩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 或是忽然赴岛死了 看了多时 见他无害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 布伯伯留 本代保罗 来那地方不远 有田产是岛长布伯留的 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三日 当时 布伯留的父亲 患热病和利疾躺着 保罗进去 为他祷告 安守在他身上 治好了他 从此 倒上其余的病人 也来得了医治 他们有多方的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 也把我们所需用的 送到船上 再行水程 过了三个月 我们上了阿力山泰的船 往前行 这船以雕丝相指为记 是在那海岛过了东的 到了聚拉鼓 我们停泊三日 又从那里妖行 来到利基雍 过了一天 起了南风 第二天 就来到布丢利 在那里遇见弟兄们 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 这样 我们来到罗马 那里的弟兄们 一听见我们的信息 就出来到阿比乌市 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 保罗见了他们 就感谢上帝 放心壮胆 尽了罗马城 尽了罗马城 保罗蒙准 和一个看守他的兵 另住在一处 保罗请犹太的首领来 声明上控的原由 过了三天 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 他们来了 就对他们说 弟兄们 我需没有作什么事 干犯本国的百姓 和我们祖宗的规条 却被锁绑 从耶路撒冷 介在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 并没有该死的罪 无奈犹太人不服 我不得已 只好上告于该杀 并非有什么事 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因此 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 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被这链子捆锁 他们说 我们并没有接着 从犹太来论你的信 也没有弟兄到借女来 报给我们说 你有什么不好处 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 因为这教门 我们晓得是到处被委旁的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到他的遇处来 保罗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这事 证明上帝国的道 隐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 以耶稣的事 勸勉他们 他所说的话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他们彼此不合 就散了 未散已先 保罗说了一句话 说 圣灵直先知以财亚 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 是不错的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时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时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游蒙了心 以得发尋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以得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所以 你们当知道 上帝借救恩 如今全给外邦人 他们也必听受 保罗说了这话 犹太人以论分分的就走了 保罗在罗马全道 足足两年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放胆全讲上帝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 真的 吃你吗 好